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週新聞 提早一日錄因為小弟要回香港 節目開始時請大家訂閱港理台 和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今天就去了深圳 回到來 看到很多新聞 耳姐和大家說了 波斯王子怎樣回應都和大家說了 今天談談布林琴 布林琴又要 來到我們中國 說要談中俄關係 對呀 真是剛輕抵士 吹奏一池春水 對嗎 A官 沒錯 首先講講布林琴 這個 我們不是回顧那麼簡單 是預告 為什麼他下個星期二來 然後布林琴 這次未來之前 首先 我想和你去吹吹風 吹風就說 這次我會說些什麼 一來到 頂真的是瞧口探手 布林琴就說 要和中央 講一下 在俄烏裏面 向俄羅B 提供換作的擔憂 他就說 老美擔憂的問題 就是 中央正在幫助 俄羅B 建立他的 國防工業基礎 好了 講完之後 更加抵死的一句就是 其實我還沒有證據的 不過 發言人 米娜 就說 不過有些材料 就在中央那裏 轉移到俄羅B 俄羅B就用這些材料去重建工業基地 並且在俄羅 在俄烏戰場那裏用到這些武器 就是 中央有些材料去了俄羅B 俄羅B 製造工業基地 然後生產了一些材料 過去 這個戰場上面 換句話 你這樣講都可以的 中央運了一些水泥過去 然後俄羅B就建立了那間工廠 接著工廠生產了一些武器 去了這個俄烏戰場 又關中央事了 他這樣說 是關事的 總之什麼都關你事了 你這麼強大 不關你事就假了 就算你沒事 我都當你有事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當然是加一 那這次 那這次 接著再執拾一些 再用另一個制 他就說 出售大量軍民兩用的產品 令到俄羅B 從此對這個 俄烏衝突裏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變成又要把我們一軍 我們不是軍事用品來的 我不是扔武器給他 就算我賣新薑棉給他 他用來做衣服 誰知道他用來就隱善嗎 這個是完全沒有可能知道的 他要拆下來也沒得說 因為今天剛剛聽到 之前我也知道 PSV 我賣一部PSV給人 誰知道PSV 只是組裝在一起 變成超級電腦 你不如不要賣PSV 這些荒謬的主動 接下來是無人機 無人機給我用來 玩一下 種一下田 木下羊 你用來做武器 我沒有放彈彈上去 你自己要把他改裝變成放彈彈 很難說的 這些不關我的事 老美你搞清楚 你那時候說 那些晶片不讓我們國家 說我們會做什麼武器 你民用還是軍用 你搞清楚他好不好 你是不是思覺失調 如果是思覺失調的話 看看醫生 是不是 喜君 認識你 是啊 所以連內地人民大學 國際事務研究所 王毅 都透過不同的途徑去說 其實老美說這麼多話 真正目標是什麼呢 A 老美大選在職 特離譜 承諾上台之後 就會搞定 這個很戰爭 搞到 這個 燈神 很大壓力 那怎麼樣 就唯有 用盡方法去掉 不可以了 鬼什麼大壓力 因為烏丁丁正在衰 唯有把鑊扔給中央 就說 不是我差 也不是烏丁丁的差 是中央支持俄羅賓 最壞都是中央 大選在職 真的做什麼都可以的 同時又再指出 烏衝突破壞了 中央在烏丁丁的投資 導致中歐班列不暢順 所以 中央也受到 歐洲各方面 巨大壓力 損失 所以 我們中央 是不希望 戰爭持續的 至於我們中央的作風 也不像是 李老美 那樣 在拿著掃 我們中央 做中立立場 所以 受到俄羅賓的信任 也可以做到 調停角色 王二維 就這樣說 這個 真的說得很對 阿魯美你想 扔一隻鑊給我們 其實我們 都受到損失 我們一向 秉持中立 所以現在俄羅賓 找我們 甚至乎 連烏丁丁都找我們 阿Sir你又怎麼看 這件事 其實 對於布蘭琴來說 一定沒有什麼好說話的 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南琴 除了講俄羅賓之外 接著還要講台灣議題 聽說 那講什麼台灣議題 又關注台海 這樣的時候 我想布蘭琴都會 台海問題說 這是我們自由航行的地方 所謂的國際海域 說明事是內海樂 你可不可以 醒目一點 講出一些人話出來呢 我們 亦都說出 我們是歡迎 布蘭琴國務卿 近日訪華 但是這次的訪華 麻煩你搞清楚 我們的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支持已經有回應過 中國和俄羅賓 是有權開展 正常的經貿合作 這些合作 不應該受到干擾 和限制 中方都不接受 指責和私下 而且有些國家 如果真正關心 烏丹丹的和平 就希望他們早日結束了 危機 首先 應該反省 危機的根源 切實為實現和平 做一些實事 而且對俄羅賓 在烏克蘭這個危機問題上 中國 一貫秉持絕 客觀和公正的立場 積極 智力勸和速談 我們一直 為此發揮 建設性的作用 現在都不關外事 我們說了 我們的十幾點 你自己不願意 你喜歡跟約翰遜就跟約翰遜 頭髮亂了 現在整個國家都亂了 雖然最近好像反攻那裏 老美給了一些 武器 增加了你的射程 撞倒了 俄羅賓的防空導彈 結果會怎樣呢 看看俄羅賓 然後怎樣做 老老實實說 如果沒有老美給你武器 其實不如早停吧 現在我們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 因為做節目的時候 這一刻都不知道 但如果通過了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你猜一下為什麼我這麼開心 通過了什麼 通過了幾百億的 這個援污 很棒啊 他繼續加死盤 輸多幾百億 我沒所謂的 就是 我覺得這個做法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次對於布蘭近來 你猜一下除了這兩件事之外 台海會談 會談會談 他已經講到明了 我覺得會談南海 你覺得會不會呢 Sir 這次你真是打中了 原來除了這兩件事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 將會談 就是這個南海 原本就是全舊市 現在加上日本 仔 亦還有很多其他事 包括 物流 造船業 301的方案 還有 中央的鋼鐵和 鋁產品的關稅 繁止中種 現在大家看到 無端端近來 有這麼多什麼301 關稅 這些東西 除了燈神 要討好國內選民之外 就是布蘭近 臨來中央之前 又要弄多一盆吉 你呀 我樣樣都覺得你不行 好比拖地 你咯 這樣那隻 Sir 唉 他的做法真是浪費了 好心他節省一點 還有 你說 要301調查 以及要貨徵 中國的鋼鋁三倍的關稅 這是拜老頭說的 那你玩什麼 你現在跟我們聊 還是想打壓我們 不過我已經知道了 習慣了被你打壓 我們看到拜老頭 在星期三那天 就訪問了 鋼鐵之城 之稱 不是鋼鐵俠 賓夕凡尼亞州的匹茲普市 咦 賓州好像是 特離譜的鄉下 還有很多時候左搖右擺 還有鐵秀 鐵秀區 既然是左搖右擺 不知道拜老頭在那裏做什麼 我知道了 當然是搶票 你有票才會去 沒有票就不去 所以要有放的 大家要拘捕他 在那裏拘捕票 對啦 所以這次拘捕票 拘捕不拘捕到呢 我覺得都有點困難 大家看你不順眼 你把性別搞鬼死那麼多 還有傳統的 票倉 要擺票 一直都不是你的地頭 突然又來 我想你好像上次那樣 在汽車營那裏 再斬三兩 是不是呢 A君你覺得 總之就搖擺州啊 咬咬咬他先 我叫點票 咬咬票 這樣才是最好的 這次除了說這一宗 進口的鋼和鋁的 關稅 要增加了之外 USTR就宣佈針對 發起 一個中國的海市 物流 造船業 301條款的 關稅調查 但是很奇怪 海市的一件事和USTR 不同的 他是做一些渦輪 小型的工業產品 原因是 沒有製造船隻的工廠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老美已經沒有了 這些工廠全部停了 所以的時候 不是那些小孩出來搞 你看 今天我看到 有宗室都挺過癮的 有一個 不知道是眾議員還是參議員 拿了一袋 螺絲的帽子 就拿出來掛了這一袋東西 多少錢 好像拿出來 炸粉 那一袋東西大概 手掌那麼大 裡面大概有 接近100粒 螺絲的帽子 護帽子 九皮東西 九皮東西 九皮東西美元 一袋子 手掌那麼大 這麼貴 我們這個鴨寮街看得不錯 說不定會掃到淘寶 沒錯 那這些是很厲害的 大家知道 連一袋子都要一球美元 一球美子 整個廁所都要25萬美子 你說 這些想不窮都挺難 恭喜發財 真是好 被人欺負 遊說的功效 我們不要說貪 我覺得這個遊說功效實在太棒了 當然我們看到你們這樣玩 要在海市那裏限制我們做船業 物流業各方面 你就要這樣玩 我們 我們當然不滿 還有 他要收關稅 收完關稅之後 還要其他國家一起收關稅 這關 沒錯 所以 很多東西一起等盤盒 要我們磅水 但是 關稅到最後誰收呢 你知道嗎 那到最後收完關稅的貨品貴了 老美自己各民給回 那些關稅要其他國家收 收完之後給老美 嘩 嘩 嘩 說什麼 都被他想到 我真是顧不了 我看看老美 這個不是一盤筋 這個是要收割其他國家的 即是叫其他人抬一盤筋過來 是啊 你要收完關稅 不過我代理收 總之你要限制它 總之這些是我要做的 你的錢用來做什麼 你的關稅油做什麼 就用來振興我老美的做薯業 你們要給我錢的嘛 嘩 大家覺得很過癡啊 對的雞 我看過這個消息我真是呆了 我真的覺得不是吧 還有拿著上中間加一字 不敲叉 你在搞什麼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不行的啊 其他國家會不會制的 我覺得 有些國家會制的 包括 那些國家會制的 那些國家會制的 蘿蔔頭應該會制的 那我相信呢 這個泡泡國 就應該一般的了 應該就不會 不會鬆他的 會鬆他也是玩他 搞錯啊 我做船業 我現在自己都在搞緊 你這樣搞法 你真的要重收割了 你是不是傻了 是不是加美利棍 真的看到 所以這些那麼有趣的東西 真的不是老美想不到 不過Sir 有一件事 我們又要賺一賺我們中央 是 中央做很多東西賺賺 之前呢 通常呢 就是這個 現在 完全不同了 之前就是什麼呢 那些老美過來 就很流行 托盆吉 這次叫多幾個男人 一起托盆吉過來 然後問你收拖地 現在 我們會送一張老巫給他 老巫? 那張老巫給你 就是那個王毅那邊 說開了 你托盆吉 過來跟我說這個台海危機呀 那我就跟你說 你老美呢 就麻煩你看這個 Lie清德 Lie呢 是個串碼 Lie 說方清德 Lie清德 你看著他 他上任的時候 不要亂說話呀 哇 老美在說這個 彎彎的時候 我們反而帶回去 這個拉清德 你拉住他呀 不要亂說話呀 好了 跟著 老美呢 那邊就放風出來 說我要趕南海 跟著呢 我們那邊就說 喂 你有沒有搞錯呀 無端端有個 柯舊屎已經在這裏了 還要日本加上去 做小柯舊屎 你是不是柯錯屎呀 這樣子 哇 真的很厲害 總之呢 老美講些什麼的話呢 我們就反對回去 例如呢 看這個鋼鐵呀什麼301那些 就反對回去 喂 你是不是要選舉 所以你搞這樣的事情呀 喂這些不適合規矩呀 你聰明一點啦 還要加多一句 喂 這件事真是 你經常說我們中央崩潰 現在是不是見我們中央不崩潰 就想玩多一件事 玩金融戰線 你真的不說那件事都說了 你拖那盆吉 就撿一封老毛 然後就說 多謝那個林坑一點呀 你這樣子呀 其實當然要啦 大哥 我自己都很想做些統一 不過 我相信我們國家有安排的 一步步去做啦 現在正在等著一個巨大的變化 就真的形成了出來 現在正在煲 啊 啊 千萬不要急 大家一步步慢慢來 這個煲的時候 是要 我們 慢火煮東西的嘛 大家知道是不是 煲湯也要用文火 為什麼用文火呢 湯才入味的嘛 如果太快煲了下去 其實不夠入味就不行的 還有要玩就玩得盡一點 最後一擊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這樣呀 那不如我們說 王毅還有一擊呀 王毅還有一擊呀 王毅那件事 都幾擊呀 去了印尼呀 行呀行呀行呀 去印尼呀 這次 好像要進入了一個 對話機制 是不是 OK交給你 沒錯沒錯 王毅外長呢 跟印尼那邊 就談了很多辦法 包括了 反對脫歐斷鏈呀 反對小院高牆呀 也都要維持 維護呀 這個供應鏈的穩定呀 也都 哎呀 說這個南海國方行為宣言 希望盡快搞呀 當然要盡快搞啦 等那麼久做什麼呢 完全根本就沒有必要的 還有呢 喂 這次很重要 最主要是什麼 就是警惕地區形成小圈子 我已經形成了啦 這件事是很簡單的 為什麼要形成小圈子呢 就是 老飛嘛 小馬俄斯嘛 一時又說要跟中國合作 又說中國是投資不會有影響的 你說呀 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呢 又在跟老美那麼親近呀 又放了一個忠情導打在這裡呀 那你究竟想怎樣呢 其實呢 我們這次看到 印尼外長 勒達洛 大家在 雅加達的 記者會上課說 那這次 訪問印尼呢 我們都是 說回同樣的 都是落實了兩個元首的重要共識 為了展現對印尼的堅定支持 和推動雙邊關係 不斷取得新的 和更加大的進展 我們都知道 我們跟老美都說了同話的 但是老美一直在耍我們 我相信我們國家也知道的 不過讓你在世界上出醜呀 你不在世界上這樣出醜 怎麼顯得 我們真的在做事 或者跟你合作呢 你看每次說 說完之後你都繼續在破壞 我們之間的共識 所以這次說 每個人一次就刮老美一巴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惹小 其實呢 王毅還在串 他說什麼呢 雙方要做大國 和輪國 互信互助的典範 繼續遵行元首的戰略引領 鞏固高水平的戰略互信 兩國建立了外長 防長的2加2對話機制之後 就將以這個平台提升 政治安全合作 什麼叫政治安全 不要被人搞的嘛 不要突然就黏在老美那裡 搞得自己完全不行 這才是重點來的 是不是呢 卡米利 沒錯 當然啦 我們談得那麼開心 美國chip的 就一定要說話 美國chip的那些就說 那這次啊 一帶一路啊 在印尼那裡避受質疑 咦 質疑 沒事啊 好啦 當美國chip就在這裡說 這個 一帶一路避受質疑的時候呢 跟著呢 印尼那邊就說 其實呢 中央呢 是我們印尼呢 最大貿易火爆 也是第二大的外資來源來的 那麼我們也都呢 黃金印尼2045的願景呢 也都好呢 需要呢 和中國的經濟上的合作 和支持的 說完了啦老美 作低陸市未呀 清楚未呀 不要再銷售你那些 說什麼債務陷阱 避受質疑的那些東西啦 你那些基建 就全世界都在質疑中的啦 回家照一下鏡子啦 不信鏡都信一盆水啦 交換給老師 其實 很久支持你一直這樣說的啦 說真的 玩不贏就玩不贏 嘀嘀地慣鋪 所謂的香料之爐 所謂的什麼女送之爐 那些真的不用玩啦 老實說 你只有那一兩個國家 那你有沒有數到中國的最大貿易國有多少個 自中國是140多個國家 那你 只剩下那50個國家 你就自己玩啦 還有50個國家裏面 有大部分和中國 雖然不是第一 都是第二第三的啦 那你合作呢 不合作就有他啦 還有你老美 你其他國家有什麼建樹呢 你有沒有幫他做好基建呢 沒有的嘛 電信設備有沒有 沒有的嘛 你又做什麼呀 對不起你的東西便宜啊 麻煩你拿過來啦 一元和你買完 人家的東西值一千元 你給一元給人家 那跟賊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 我們現在 真的是 在走多邊主義 你豬七 你說你走多邊主義 玩東西嗎 你現在叫多邊主義 你現在叫小院高牆 那麼少國家走在一起 你到底想怎樣 還有還不做到事呢 還有你一直有政治掛稅 不好做生意 這次索爾遲過來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們要做生意 我們合理 公平競爭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才是的嘛 你看一下 現在 現在 ASML 虧到眼淡淡 那麼 為什麼虧到眼淡淡呢 很簡單 老美說你不准賣東西給中國嘛 不准賣東西給中國一個堂堂的荷蘭 這麼大的國家 你竟然要聽老美說 然後呢 老美說什麼 你就什麼 叫你走東 絕對不敢走西 連國家要去買 連一個企業 不要說國家 企業 要去賣一些設備 給我們中國 都說不行 多少限制 然後還說維修又不行 左不行又不行 不如你老美你自己弄好它 你自己在世界上高自己玩完它 我們叫做玩自己就可以了 其他國家就放它一馬 不要搞搞震 最好大家現在用了華為手機 然後就不會被人吃了 不會被人吃多安全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一機旁身 就一勞永逸 大家說是不是 而且又出了新機了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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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這個情況 我覺得全世界領導人應該想一想 避免司司頭公司再繼續玩下去 這一點很重要 不過怎麼玩法 都沒辦法了 現在TikTok周手指 發出最後的哀叫 啊 你要加速法案審核 這件事真的是 A君 你怎麼看呢 這次這件事 就是老美 為了要加快 在這個參議院的立法進程 就由這個共和黨掌控的這個眾議院 決定 就是將這個TikTok 剝離法案 還有呢 就將呢 針對 俄羅B 還有這個耳仔 的950億的緊急援助 一籃子立法 整個捆綁銷售啊 是啊我看到 真的不知道 好還是不好 這樣都可以的嗎 九五八八的就走在一起 可以的 可以的 全部都是跟國家安全有關的 你不知道嗎 你也會被抓到 老美習慣的嘛 你要用老美的思考方法 去思考一下老美為什麼會這樣做 你用正常的方法 就沒辦法思考到老美為什麼會這樣做 還有這次整個Motley的方案 是要加速的 加速去做的 總之全部一籃子 包括了 哎 不要理那麼多 總之就很快就這樣搞定了 那會不會撤出呢 這一刻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撤出 好過不撤出 反正也是 是不是 你就不玩這個市場 還有我看到 現在都有一些親美的國家 都開始做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 你政治掛稅 這個沒得說的 總之就跟老美 窮到窮 大家自己想想 其實這次我們看回 我們看到 美國國會 共和黨的眾議院 星期三 公佈了一系列 緩污 和緩議的 議案 裡面包括 強迫自治跳動 必須要出售 TikTok的新條款 相關的議案 預計最快 下星期 即是我們節目做完之後 即是星期一、二度 國會進行表決 而且正式成為法案 參議院表示 有關的版本 和眾議院 早前通過的版本不同 要求自治跳動 在一年之內 出售 TikTok 而不是半年 給一年時間 之後是不是都要你買 等我們大家 架高者得 看看誰 給多點錢 給我們眾議院 我們就來了 是不是 這件事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 綑綁在一起 當然 參議院 一定是收了錢 你們班人 開價啦 你們多少錢 給我們要通過這個法案呢 大家爭了 總之我搞定了這件事 我代代平安 我就不用搞那麼多 所以現在 看到 老英 老美 有很多 TikTok的競爭對手 股價狂升 為什麼狂升 喂 我沒有最大的競爭對手 那就行 完完全全 就不用 他了 我真的奉勸 很多中國公司 千萬不要去老美 去做生意 只要你做大 你就有罪了 做得細 我想你也頂不住 他那邊的通脹 是不是 鷹君 交給你 沒錯 所以 TikTok 都說 就住這個事件 就作出回應 不幸的是 老美的眾議院 利用 重要的對外人 主要的 援助 作為紡紙 再一次推動 一行 踐踏 一億七千萬 老美人的言論自由主權的禁令法案 摧毀七百多萬個企業 關閉一個平台 大家記住這個數字 一億七千萬人的自由受影響 七百萬的企業被摧毀 封閉了一個重要的平台 那這件事是怎樣呢 老美擺明 看到這個TikTok 播了很多 他們不想 國民看到的真相 於是 又再加上那麼多的 機構 網上那些 又在說 不行啊 我們不夠TikTok 不贊 我要那些人用回是非寶 我要那些人用回 什麼 用IG等等等等 不可以讓他們這樣用的 唯有 做事啦 這樣 不過呢 皮尤研究中心 也都顯示了一件事 原來呢 只有老美 38%的人 是支持 禁止TikTok 去年同期呢 是50%的 為什麼呢 大家越來越明白真相 尤其是真相是什麼 去年呢 3月的時候 大家都沒看到 這個巴爾衝突 今時今日 發現看老美的新聞 不如上TikTok看巴爾衝突 老美的新聞 我不說 我都知道啦 說出一句反對耳朵的 會沒有聲的嘛 要看真相的 看TikTok 所以呢 反對人呢 反對這個方案的人 就越來越多 變了 這次老美 可能又要這麼操練 對國民了 這次事件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件事 共和黨和民主黨 這麼齊心 當然啦 大哥 大家背後都是耳朵的老闆 今次TikTok說 日報夜報 耳朵的真相 大哥 所以大家 很多中國企業 大家知道 是非補 為什麼這麼賺錢呢 因為中國企業 落了很多錢 在是非補 那裏 真的要想一想 他啦 啊 給他更加多錢呢 去收割全世界 這個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啦 另外一件事 因為一件烏兩件衛 我們兩邊有共識 是誰都沒有贏 不是 對不起 是誰都沒有輸 我們贏了 誰都不會因為這樣失票 大家一齊沒有票 不關事 你今天就當大事輸了 還有 我們大家都有錢收 所以是雙贏的 啊 無論你民主黨 共和黨 我都有收到稅客的錢 是嗎 遊說費用 是嗎 這件事呢 我就學到東西了 學到什麼呢 就是總之呢 這次呢 這件事就得罪了全個老美的選民 那又怎樣 喏 這件事 我們一起收了錢 收了命令 做事 那又怎樣 一人衰一獲 那我們大家都不會是 因為這件事而受到傷害 大家都這麼衰 一人衰一步 錢繼續收 這樣就實際了 老美的lobbing就是這樣 還有老美那些所謂民主 其實是選舉辦民主 你無論那些政策 是多麼爛 多麼賤 多麼折墮都好 到最後 就是兩個爛蘋果 一起被人去扔個豬仔印 然後就說 哎呦 我很多人投我的票 我贏了 這樣繼續執政 所以 一起做爛蘋果 就沒有人吃爛蘋果 但是錢一定要大家收 沒錯 還有呢 他們現在 做的一件事 他就說 我們中國的大使館已經和國會的工作人員舉行會議 郵稅反對強制出售TikTok的立法 我們外交部門訪問這個消息 他這樣說 其實郵稅說 這是中國企業的 你們不是要好好地坐下來談的嗎 做生意還做生意 你絕對不可以這樣強搶我們的企業 大家知道 愛爾斯通 法國那件事 其實已經是發生過 表面上 看起來是一次 其實不止一次 老美 覺得全世界都是我的 如果讓他繼續存在在世界上 我相信受苦的會是大家 但是 我就覺得 很快就玩完了 大家忍一下 等待一下 現在要復仇就不要急再一時 少打少鬧就不行了 如果是長遠一點 就看一招 搞定他 這樣才是 A君你覺得是不是呢 那就看下這個 中東那裏怎樣搞法 不過這件事真是 很張老美 所謂 他們那些民主 那些言論自由 等等那些 就一東西就劈起眼前了 其實就是 兩個代議士 兩個都不是為民去做事 而是為財團去做事 財團 側狗狗錢過來 就說 那一起做賤 怎麼辦 大家不要吃虧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要大家吃虧 一起做就大家都沒有吃虧 嘩 我真的學到東西啊 完全行 這個做法 簡直令到我們覺得 這個就是老美 一點都不奇怪 我一點都不驚訝 因為 所有的事情 對他來說 都很正常 我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現在 放下所有的身段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了 在好孩子的節目裡面 巴勒斯坦就因為一票否決 所以就沒有辦法入聯合國了 你現在這樣玩法 其實是無差的 只是讓大家看到你的真面目 越來越醜 少少地 老美 都應該差不多了 這次就觀察到 有關周壽之 其實都覺得很無奈 說來說去都沒有辦法 老美的生意 即是跟老美做生意 真的不要做 我想 這件事可以令到大家 即是及早逃離老美的魔掌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無論如何逃離魔掌 也好 我覺得老美那邊的問題 也很大的 尤其是軍方問題很大 喜君 沒錯沒錯 還有 反國家安全概念 總之你做得大的時候 還有 影響到 今次 影響到 耳朵 你這麼多真相出來 那當然是欺負 絕對是 還有 我們之前有一件事 要說到 今時今日還未說 就是一個 老美的海軍 司令 做了什麼 發生什麼事 那件事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 那個 就是瞄準器 完全 反過來 那時候 在台灣草莓兵 也發生過同樣一件事 就是 你根本看不到的 接著 就是 玩玩玩玩 在海上也射 都不知道射什麼 很威武 那件事怎麼看 其實這件事 就是一些宣傳 就走出來 就是 在這個 麥海C號 的驅逐艦 的艦長 就拿著 MATEL M4 的一個 暴槍 對著他 就進行射擊 那張照片 還要顯示 彈殼 都飛出來 很仔細 怎知道 這麼仔細 人們就看到 這個MATEL 4 原來那個 瞄準器 是裝翻了 即是 不是這樣裝的 更加厲害的 就是 這個瞄準蓋 都未打開 但是都可以 他一聲 把彈殼弄出 彈殼 到底 他是射得準 還是亂射呢 還有一件事 突然看到 他後面有一隻手 扶著他的肩膀 摺槍桌 又不是放在肩膊 這個位置 就是我玩過射擊 一定是肩膊位置頂住 避免後座力 結果這件事 真的非常嚴重 會不會被人解僱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 我相信 你應該做不長 這麼醜的事情 放回一張王毅主任的複照 去串一下他 因為複照不適合太久 我跟他說 指一下你 你不行 你這傢伙 好想想清楚 你應該玩他什麼 那些事情 我們暫時先聊到這裡 在香港有兩件事 要跟大家聊一下 靖海猴寫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沒錯 這篇文章都頗為長的 都有很多話說 叫大家 要放下舊思維 所謂的舊思維 其實是指很多事情 包括了 就是 要拋開一切的 友誼和搖擺 也要做愛國者治港等等 他發現 有些 夏寶龍的說話 尤其是 我帶出了幾重意義 第一件事 就是 形勢真的變了 任務也變了 要認識 鄉島新時代的課題 還有穩定來了 所以要求也高了 要加速 切換新階段的治理模式 還有 不單是鄉島的形勢不同 穩定也好 外面的局勢也不同 挑戰也多了 所以 還要推動 改革 實踐 改革 當然要先換一些人 哈哈哈哈 我們那時候知道 林鄭的影片 現在十二萬 真是幾多人喜歡看 但是 說真的 我們不是為做而做的 我們真的 有些事情要跟大家說 覺得不太對 我們才去做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次我們看到 鄭海豪說的這篇文章 正正提醒特區政府 要改變 是要快的 千萬不要抱殘手決 千萬不要覺得 你以前做的事情是完全對的 因為 他都說 這不是無的放肆 也不是空喊口號 所以一定要看到 香港有哪些不合時的 舊思維 AO黨的做法 其實真的要理解清楚 首先 有兩個基本的認知 哪兩個 第一個 就是正確地看待 並且正確執行 國安的法律 這當然不必須 第二 就是正確理解 而且正確地推進 梁正善治 夏寶龍主任 所說的 非常之貼切 大家知道 鄭海豪 在2019年到現在 發表了很多篇文章 我們基本上 都了解他對內地 我們中央的說法 是有深入 而且透徹的說明 令到香港人更加知道 正確看待 國安法律 我們這個不用說了 有鄧炳強局 我們就不用擔心 那什麼是梁正善治呢? 其實現在 愛國者治港 已經是體制裏面的最大的倫理 支持愛國者治港的封針 維護愛國者治港的局面 這個已經完全明白了 只是每位港澳的居民 都是愛國者治港的參與者 實踐者 受益者 而不是旁觀者 所以我們不是旁觀者 我們有問題就提出來 跟大家說 大家很清楚 如何為之正確推動梁正善治呢? 就是表示 愛國者治港不是要靠清日式 一定要聽得到其他人的意見 尤其是一些提醒特區政府 應該怎樣做的意見 你是不是視為批評而不理呢? 不可以的 真的要清楚地知道 究竟有什麼是香港市民要提醒你的 行政主題是什麼? 就不是一言堂 千萬不要解決一言堂 你一個人說完 完全碰完 是錯的 因為我們中央政府 其實都不是這樣做 很多時候都會看很多人民的一些想法 尤其是我們經常提到市長熱線 這方面 特區政府真的要清楚 有時候 你要走 我們已經說過 中國共產黨 最厲害是什麼? 自己革自己命 所以 政凱就這樣看 不改革 不創生 是不行的 而且一定要完全把握 夏寶龍主任所說的 一定要將高質量 發展作為第一的要務 排除一切困難和干擾 咬定發展的目標 不放鬆 以便更加有力的舉措 去推動香港由自及興 由自及興 由亂及自 其實基本上已經搞定了 由自及興 我都說過 是未完成的 夏寶龍主任都說過 這個真的未完成的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其實你的舊思維 是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 是形成很大的因素 因為這個舊思維 是不是香港人的問題呢? 是特區政府官員的問題 那什麼叫做托寬兩制? 托寬兩制 很簡單 一國兩制的方針 我看得很清楚 香港有自己有利益的地方 還有你最重要 就是將香港的特色發揮出來 你問中央拿政策 當然沒有問題 但麻煩你做好它 沒有拿政策 就放在那裡浪費 那這個呢 就完全不行的 是不是這關 對嗎? 沒錯 沒錯 也提到舊思維 說這個真是法人心性 老實說 那他就說舊思維是怎樣呢? 有三種表現 第一個就是 經常拿疫情前和現在比較 這個呢 你會發現 有很多說 和19年那時候比較 其實呢 不是不好 有比較 當然要應該 但是 不能夠只做比較 你會發現 其實疫情到現在 你拿19年比 五年的了 是啊 其實有很多模式 已經是改變了 你譬如說 用遊客這樣才算 五年前 其實呢 就來購買東西的 現在 是跟你說 西美這個城市 打卡拍照 因為 舊的那幫客人 已經來了鄉島很多次了 你要找新的那幫客人過來 新的那些人 的behavior 是有些不同的 他們可能會去 枝薄燒烤 已經吃得很happy 不一定要下去半島酒店的 如果你只是想著 要跟疫情之前比 而沒有想過新的那些思維 或者現在的那幫客人 那你又要捉錯用實了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低估了全球化的挑戰 老美 是要咬我們嘛 人無犯苦心苦又傷人意嘛 那怎麼辦呢 喂 真的要面對這件事情 找第二條路過來的 做中介人我們還要做 但是呢 未必是老美 因為老美要咬我們嘛 那所以呢 就要開拓一下其他的地方 當然啦 這個 忽視了體制的效能 這個外國者自說 就更加要看著 一定是 中央信得過 和中央認為是值得鄉島做 甚至乎適合鄉島做的 那就大做咯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就真的要再深入些去講了 就是要把握好 另外三件事 就是習主席 就是在2022年 這個25周年 鄉島回歸25周年的時候 那個的講話 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要把握好 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將政府呢 和這個高效市場 更加好地結合 這個A軍呢 經常都說一句 西人 或者應該說 英美 經常跟我說 Lacy Fair Policy 無形之首 講到我口醜 就這樣講了 又不見你老美 又不見你老英的經濟這麼好 又不見你老美發展這麼好 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都是一樣東西第一的 你現在產能 佔全球12% 三十幾%的產能 是我們中央做的 就是因為我們中央把握好市場 和政府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由落後追上過來 贏你三倍產能都可以 在工業方面 好了 跟著了 也都要破除利益固化的繁尼 這件事情大家都很明顯了 鄉島就有很多什麼什麼霸權 什麼什麼霸權 那些呢 如果是經濟學所說 其實是倫斯卡來的 即是呢 不是做了什麼 只不過是懂得屈記 又或者是懂得和舊的 例如AO黨 我們經常說 講好數 怎麼樣呢 去給政策的優惠 然後就一起掠香倒人 這些就是利益固化的繁尼 到最後就是呢 要給發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 普遺給全民 就是簡單點說 不是搞利益繁尼的話 就是要搞全民 都有機會分享得到 一些經濟的措施 例如的 最簡單 例如你現在搞 城市經濟這樣 買個權回來 買個廣播權 奧運廣播權 大家一起看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是全民受惠了 當然啦 你會看到 這些就可能 比較細微小小的東西 搞這個城市的 香港市民受惠 也都引到外國過來 搞好鄉島的形象 公開出去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種種 seminar 或者種種的會議 開始種回鄉島 一個由亂及志的形象 給大家 當然啦 同時間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做其他實務 待會A君再說 交給阿sir 好了 有什麼實務要做呢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講 做了 那些實務 包括了什麼呢 厲害 原來已經簽訂了 啟莫禮都做了 就是鄉島已經和五十六間台市 九個不同的經濟體 合作 搞了一個合作備忘錄 包括了什麼呢 首批 港心科學院 合作的機構 包括了 藥企 科技公司 大學 四十五百分之一 都是來自生物健康的科技 以及新能源 微點子等等等等 亦都包括了不同的行業 包括生物科技 人工智能 先進製造 以及產學研 至於整個做法來講 六大支柱 生物健康科技 AI 以及數學 新能源 新材料 微電子 機械人 哇 招商引資 做的事情 就落戶鄉島 令到科技上普惠傳聞 阿sir 怎麼看啊 這個當然需要 如果不是那時候 我們怎樣 可以令到人民的生活 國家更加好呢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事情 我們真的要併一併 是不是 有關DSE 這件事 A君 是不是 這真是一盆冷水 撥過來 這真是非常離譜 用了九百萬去搞這個系統 誰知道又再故障 這個監考義 要停用 繼續要學生 報到二 這件事 真是招了頭 眾所周知 就衰鬼了 A君經常半戰戰地說 哎呀 今次DSE第一個肥佬的 就是搞這個系統那個咯 他們那個理由 竟然就是告訴我 這個監考義 就是用了大量的數據 導致系統變慢 甚至激失 所以效果就不如理想 阿Sir 你聽完之後 你有什麼感想 他說不如理想 我覺得簡直是垃圾 哈哈哈哈 用九百萬去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程式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些什麼 還有有沒有辦法 他追回一條數據回來 哈哈 A君 阿Sir 就這樣 他的系統是不是垃圾 自有功論 不過更加嚴重的是什麼 就是他的解釋 簡直是垃圾 你告訴我 大量數據 喂 哥哥仔 第一 我不承認的是大量數據 幾萬人而已 大哥 你沒事 你內地隨便一個散匯的系統 同一時間用一定不止幾萬人 好 第二樣 我退一萬步說 你幾萬人都是大量的人一起使用 你之前沒有做stress test 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的了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選委會選舉 那時候 Exactly 就是孫東局長出來說話 喂 你怎麼做創新科技和工業局局長 大佬 沒多久之前 這次呢 阿Sir繼續 真是離譜了 我覺得 由監考義和報考義 連續兩天出現故障 喂 你怎麼做創新科技和工業局局長 你是不是要排在楊潤雄 還有謝展環後面 排第三 是不是 這些都離譜了 繼續 不好意思 你聽到呢 就搞了這些IT 不知道為什麼 就經常出事 剛剛我們就說了監考義報道義 阿Sir就特意提到 這個 當年的區議會選舉 對啦 離譜這樣錯都可以的 又是告訴我 搞不定 好了 康民署那些 又是衰給我們看 更加令人悶悶在目的 是這個COVID期間 有關方面呢 就說了 哎呦 這個網頁搞不定 跟著呢 鄧局長那一刻就有型了 一夜就 line up 了消防署 搞Whatsapp 跟著一天之內 就報了 說需要去安排的人士 幾千個的message send了去消防局 然後消防局那邊 就整了一些車輛 這樣 接安排的那些人士 就去這個租谷灣 等等的地方 好了 一天收了幾千個app 做了這件事之後 第二天 鄉島的報復座 我搞定這個網頁了 現在大家可以在網上登記了 老實說 如果你不告訴我 我還以為你們一直遠對抗 我話以為 你們沒有的 是不是 我經常看 其實是有的 我也知道得很清楚 你經常都捉得很爆 我不是捉得很爆 事其是非其非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要給你面子 喂 大哥 你不需要別人去提示你 究竟有什麼做得對 什麼做得錯 什麼做得錯 我覺得每個人的需要 包括做得不好的地方 各位網友都提醒我 我說錯話 我一定會說對不起 是我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不對就道歉 這個是很平常的事情 特區政府應該考慮清楚 想清楚 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真的做得好 老實說 我今天看到一位01的記者 你知不知道 跟他說了多少 是怎樣的 這個遲一下 我們私底下再說 跟他溝通一下 究竟中國 怎樣才是真實的 他聽完之後 都是呆呆的 呆呆的 呆呆的 好像是真的 你說的事情 他是感受到 因為今天去了深圳做健康檢查 遲下會有一條片給大家看 叫做協和醫院的深圳 在南山區 其實做得非常之好 跟他說一下 究竟內地的整個醫療保障 社會保障 和國家為何這麼強大 老美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很多西人 其實不斷這樣 就在洗腦 一些我們的傳媒朋友 為什麼會洗腦呢 因為他們接觸的 所有都是西方的通訊社 或者是新聞 包括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 這些報章 還有拿到的稿 這些全部都是西方公稿 當然不會說中國好 所以跟他說 中國現在真實的情況 是怎樣 大家聊得很開心 大家互相溝通 互相交流 有時間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上來和大家聊聊天 不過應該機會都很小 因為始終是在上班 千萬不要爆他出來 這是最穩困的 OK 好 加密來英君 最後要說一些非常juicy的事情 就是我一句說話說完 舅舅被食人族食祖花 又思覺失調 大家知道是哪位 最出名的那個 聖敗那個 叫燈神的 厲害 這次不知道為什麼 又說了這些說話出來 結果令到所有記者都呆了 七法資料不是這樣的 喂 你有沒有事啊 有事看醫生 不如不要選 但是老頭說我絕對不行 而且你看到他最近說話 是很特別的 速度比以前 就更加慢 慢很多 究竟頂不頂一順呢 我真的擔心他頂不順 結果以後何錦麗頂上 就真是很大件事 不是啊 A君 對啦 頂不頂一順就 A君就不知道 不過就要引用 司法部門所出的報告 司法部門為什麼會出報告呢 因為之前呢 阿燈神呢 涉嫌 就是處理那些文件呢 就不是那麼適當的 那樣 那今年二月呢 就老美的司法部門呢 的檢察官 這個羅伯特呢 就公佈了 對燈神 擔任副總統期間 處理機密文件不當的報告呢 就出來了 那這個報告呢 很認真啊 388頁啊 就認可了呢 燈神呢 是積極配合調查的 啊 幾好啊 態度正確 不過這個報告寫明是什麼呢 他的記憶力 是嚴重受限 哈哈哈哈 好了 也都稱它是一個善意的 但是記憶力差的老病 不是 老人 那個報告還要寫明就說 燈神甚至忘記了自己 還有一些大仔去世的時間 死了 司法部都要這樣說你 燈神怎麼算啊 沒有辦法 那這個大家知道 我們剛才說過老美的選舉 是吧 總之我們兩個人握著 這件事打過 對我們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對我們賺錢 大家賺了這麼多錢 你有收到錢 我們也收到錢 大家收錢做事 兩檔一起合作就行 你誰上來其實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那有什麼意思呢 一個國家如何衰亡呢 就是衰在這班人手上 我們看歷史也看得了很多 日周新聞跟大家輕鬆地說一說 一些這樣的時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大家覺得很過癮吧 記得訂閱港理台 和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記得明天都有財經ABC 和大衛sir的中國院實力 希望大家支持 看多一些 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現在經濟金融 真的很大件事 總之整個世道 完全超乎我們想像的 以前沒有遇過的 所以大家坐穩釣魚船 好嗎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